各位好 许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结局 许家印的恒大集团 2020年9月战务开始爆雷后 前后持续已近三年 当局决定现在下手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不少人为许氏的庞氏骗局破局还行 但是当局不可能对庞氏骗局毫不知情 为什么一直容忍到今天 中国媒体上有各种分析和推测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分析 许家印最有可能的罪名是挪用资金 更大的挪用资金行为方式是在挪用预收款项 在恒大债务爆雷后留下大量的烂尾楼 给购房者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 现在升杯2.4万亿巨额债务的恒大 留下的烂尾楼遍布全中国 还有数亿千亿计的为对付的商业票据 以及大量无力偿扶的债券和贷款 许家印的其他一些行为也引起舆论质疑 在恒大风雨飘摇之际 他与妻子丁玉梅离婚 被认为是技术性离婚 被怀疑是为了规避债务所采取的行动 他在美国为其子设立信托基金 也被怀疑是在转移资金 还有分析认为 2017 2018年许家印猛烈风宏 给自己发钱有史以来最多 显示许家印最迟 在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恒大没有出路 开始思考如何转移财富 凤凰风暴眼专栏报道说 2009年至2021年6月 恒大集团累计净利润为1733.88亿元 但公司几乎年年大比例风宏 风宏总额接近700亿元人民币 大手笔风宏背后是一套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从持股比例来看 风宏大部分被许家印 以及其他重要的股东们 朋友们揣进了口袋 这部分金额接近540亿元 仅201年起 许家印就通过风宏套现了499.8亿元 即使在2020年 债务危机苗头已经显现 恒大依然没有停止大手笔风宏 一些专家试图从更深层看许家印的倒调 远清华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孙礼平 在题尾论许家印的倒调 在历史的转弯处的 咎由自取一文写道 许家印走到今天 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个责任只能由他自己来负 为什么许家印会走到今天 他认为可能就是见识 就是对自己和大事的理解与把握上 经济不可能永远在繁荣期里运转 当搜索期到来的时候 一切都会嘎然而止 特别是在人为干预更明显的时候 能否提前意识到历史转弯处的到来 这就是对企业家见识的考验 他分析的比较隐晦 似乎与中国经济低迷 习近平当局干预有关 与彭博风席中所指 许家印最终成了习近平去杠杆化的受害者暗和 中国问题专家邓玉文的表述则比较具体 他认为许没有料到他碰上了习近平 如果说许是赌徒 习就是蛮人 他轻看了习行政干预房地产市场 将自身抑制凌驾于市场规律的决心 以为过短时间 中国政府会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严厉管控 他认为许家印什么都赌对了 唯独没赌对的是习近平 许家印今天的结局 仅仅是许家印自己造成的吗 恐怕有更深层的原因 学者莫知许系列推文 直指政府与许家印的关联 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 政府长期纵容开发商 放大杠杆 加快周转 在土地出让金交纳 预售资格和预售资金管理上 大开封便之门 可以说许皮带能够滚动 这么大是政府一手纵容的结果 政府也是其中最大的利益者 皮带们捞的那么一点 完全是小屋见大屋 当然皮带们未必是无辜的 但总有一点窃勾着贼的感觉 他认为这样的中国房地产 本质上就是庞氏骗局 恒大只是这个庞氏骗局的一部分 只是庞氏骗局的问题 永远是盘得有人接下去 许皮带的倒掉 只是这个局破了的开始 所有人都会为此 多少付出些代价的 中国资深媒体人士 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 主创办人之一 陈毅忠评点的十封信了 他说许家印当然不是什么企业家 可能也不是什么政经人 但是他并没有给党国财政造成什么损失 他帮官府打劫的名财 远高于什么银行债务 他只是一把用烂的镰刀 一只不能再使的锤子 一头泄沫的驴 一个出气筒 一个替死鬼 一个倒霉蛋 一个兜不住的小掌柜 一个恶品味的有钱人 一个荒唐盛世的过气小丑 听见没有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 要文分析 感谢嗨密的技术支持 谢谢您的收听